还记得那年,爸妈让我陪他们在地里掰玉米,一大片玉米简直有望不到边的感觉,掰得腰酸背腾就想偷懒,假装跌倒做了一屁股泥巴,嚷嚷着要回去换衣服,就回家了,家里只有弟弟一人,一进院子,我当时就震惊了,他居然把家里的大收音机拆了,主机放在地上,两个喇叭挂在桃树上,不知哪里弄了两根线连在一起,奇怪的是还能想,弟弟翘着二郎腿躺在一起, 摇椅上,眯着眼睛聆听喇叭里的歌声,搭在一靠上的手还不紧不慢地打着节拍,只有视宠而骄的人才敢干出这样的事,他虽顽皮,但从未挨过打,想着我累的狗一样,他却闲出花样,那气腾腾的窜了上来,但我不敢打他,老爸护晓,但凡碰他,肯定挨揍,于是一脚踹在摇椅上凶他,谁让你拆收音机的,想让老爸拨你皮吗,他挺不服气,瞪眼好我,我能装好,关你屁事, 我见过二舅修收音机了,滚去干活,又想偷懒,这样的人还有脸说我偷懒,我一把拽住他的衣领,跟我去掰玉米,他用力挣扎,不去,好啊,你敢打我,我要告诉老爸,你打我了,说完眼睛急急,还真哭了起来,泪水哗哗的,面对这样的影帝,我又气又怒,看来我是免不了挨一顿打了,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,照脑袋就是几巴掌,他猛了,绝着屁股咕咕咚咚咚用力往门口爬,我照着屁股一阵猛踢,这下哭的,讲真,比爷爷走的时候他嚎得还大,我边踢边凶他,说,告状不,不告状我饶你一命,敢告状,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,呼听墙外老爸怒吼,你妈,我看是谁的忌日,反了天了这是,得空你就偷着打, 我惊得魂飞魄散,趁老爸还没到门口,一溜烟跑了出来,两脚风火轮一般,跑得耳边风声呼呼,喘气中嘴都被风吹变形了,老爸追了半里地,终究还是没有碾上,他停了下来,撑着膝盖吼吼一阵猛传,恨恨的抖手点着说了句,我看你还回家不,然后兴兴的三步一回头的骂着回去了,我反而不慌了,反正要挨打,没啥好纠结的了,折了个树枝, 一边抽打着田梗上的野草,一边漫无目标的往前走,走没多远,忽然听到哪里有杀猪的声音,仔细一听,不对,是弟弟的哭声,回头一看,老爸正拿着棍子追着弟弟打,年龄小了逃生技能还是不行,三叉路口犹豫了,不知该往哪里跑,竟然手无脑袋哭着停住了,眼看就要被追上,我大喊,老弟快到这里来,弟弟这才缓过神,一溜烟奔了过来,我边跑边问, 你咋也挨打了,他呜呜的哭,收音机没安好,喇叭掉地上被猪啃了,我拿砖头扔猪打死了一只鸡,这么一耽搁,弟弟跑得又慢,老爸已经追上来了,我大声命令弟弟,快点跳到河里,两人腾空一跃,咕咚一声进水,扑通扑通的开始狗跑,老爸收腿不稳,滚落到了河里,但老爸不会游泳,一边扑腾一边大喊救命,挣扎半天,终于爬上了河岸,坐在上面,恶狠狠的盯着我 我俩,我和弟弟也坐在下面河岸上歇息,我俩一点都不慌,因为凭聚着河水天险,量他也过不来,凉久,老爸落寞的走了,什么话都没说,我和弟弟相顾无言,站起身,顺着河边漫无目标的走着,去哪呢? 没了家,哪里才是栖身之地,那一刻,无价可归的恐惧才深深的袭来,牵着弟弟越过几个山坡,思索半天问弟弟,怕累吗?他摇了摇头,我拉着他说,那咱们去姥姥家吧,十多里路,贝贝走走,走走停停,到达十天都黑了,姥姥很惊讶,问这么晚咋来了? 我灵机一动说,白打了,准备和弟弟死了算了,路上几次想撞车,想着再见姥姥一面,就来看眼,生情并茂中,弟弟都应景的哭了,姥姥老爷也抹累了,老爷让赶紧吃饭,自己气冲冲的跑到村里去打电话,半夜睡得正香,被人弄行,一看是老爸,鼻青脸肿的,吓得正想叫姥姥,他摆摆手阻止说,好了,小祖宗,你妈用扫把把我打成这样,满意了吧?撞车, 虎谁呢?就你这样的货,往车里推,都推不进去吧,梁九,他叹了口气说,回吧,明天礼拜一还得上学呢,以后有事咱们都商量着来吧,我怕迟早被你俩坑死。